大家好,我是樂儀 前一陣子我收到Clinic寄給我的聖誕日曆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起開箱一下 因為聖誕日曆超級便宜 三百多元就可以換到 所以想跟大家一起看看 三百多元的聖誕日曆可以有什麼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馬上去看看 一號開始塗起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號就是一個洗臉的啫喱 二號 二號就是他們一個很著名的二次清潔水 這個也不錯,有60ml 60ml也不算是一個小尺寸 我們就看看三號 三號是一個長條型的玻璃 它這個聖誕日曆還有一個好處 是它所有都是這種獨立的包裝 因為有很多牌子的 它的聖誕日曆是獨穿獨爛的那一隻 但獨立的包裝 你可以把整個包裝送給別人都可以 而且它是有Clinic的樣子 所以其實送給別人都很合適的 三號是一支 從來沒有聽過人說的 一支眼線筆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樣子是這樣的 對,它的樣子是這樣的 然後滑上手之後 就這樣的 四號就很小 看起來 像是Cream 嗯 四號是這個 紅色的保濕系的Cream 我有這個Cream的 全大尺寸 五號很大 五號是一個 眼線筆射妝 三十秒 對,都OK 這個帶去旅行小級方面 這裡 一套也是一個 比較大顆的東西 喔 六號是它的胭脂 但不是包包胭脂 六號是一粒胭脂 淡粉色 先洗一下 先洗一下 是淡粉色 很普通 沒有它高花胭脂的品質 做得這麼好 但是有一個 這麼大顆的眼線筆 已經挺划算 這個挺划算 然後我們來看 三號也是長條型的 這樣長條型 我猜是一些筆狀類的東西 喔,是掃啊 如果有掃 總而是幾大 應該是正妝的掃 嗯 其實三百多元 你有一支掃 然後有個胭脂 有一個眼線 應該是抵抗了 即是所有的護膚 都是順 就看看這個掃 去到很圓圓 但我覺得 還可以 到八號了 八號在下面 我們來擦一下八號 是什麼 黃油系列的 手霜是沒有的 黃油系列的 他們那支黃油是非常出名的 這就是他們同系列的手霜 九號 九號呢 啊 九號是一個 Lip Gloss 也是一個大閃的Lip Gloss 來的 它就是一種透明的 但你可以看到 是亮的 應該還會看到閃閃的 一個Lip Gloss 這支這麼大支 永遠都會通了 所以這支是剛剛好的 開到十號 也很大支 十號也蠻期待 究竟是什麼呢 哇 十號是一個卸妝膏 卸妝膏 十號 這個卸妝膏也蠻大 大一眼和 十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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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華 保濕精華 這支保濕精華超級好用 一會兒我會順帶提一些我自己用的 我覺得挺好用的 其中一個是這個 這個好用的 十二號 十二號 這個 喔 終於出現了他們的黃油 黃油系列的 這個cream 這個hand cream 同一個系列的 十三號 十三號就是一個cleanser 這個洗臉 十四號 噢 這個lipteens 這個lipteens 噢 噢 唇膏來的 原來我以為是一個lipteens 因為它頭好像這樣轉出來 對 唇膏OK OK 十五號 十五號 十五號是一個磨砂 也蠻大支 有30ml 30ml也夠了 十六號 他們的唇膏筆 我都看見人說蠻好用的 網上好像很深色 顏色其實不是很深的 我覺得是偏透的質感 十七號 應該是cream 噢 是eye cream 這個正 這個eye cream 我真的想要前一陣子買的 因為很出名 總之眼部狀況有點差 就可以用它 哇 其實很多 有排用這個eye cream 這個正 八號 這個已經快到了 聖誕了 跟eye cream同一個系列的精華 十八號 是一個精華 十九號 什麼拼碼 這個好像有收到他們的全大小 其實很多大盒 像是一個中大小的東西 洗臉 也是洗臉 一號 一號 眼部精華 是eye cream 第二 哦 也很期待 這是一個保濕的cream 我剛才研究了一陣子 究竟它是一個普通的保濕cream 還是怎樣 原來它是一個妝前可以用的保濕cream 或者你可以當它是一個面膜 即是厚膚 它是二十三號 那三號是打滴的 噢 Oh my gosh 這個也是我很想試的 這個是他們的美白系列的精華 應該是 這支圓膏也挺貴的 最後 它們不是去到二十五號 去到二十四就完了 蘋果眼睛 省眼睛 哦 原來是一支Mascara 那支Mascara 這是Mascara 以上就是 今次Clinic他們的 這個 Holiday Set 裡面有的 所以已經拆掉了 我覺得如果要三百多元 其實一定比三百多元 但是呢 去買這個 聖誕日曆之前 它是一個前提 就是你必須在他們網站 買滿五百多元 才可以換到 所以我就誕生了 我接到你的環帶 推介一下 我在Clinic用過的好用的東西 看大家有沒有需要 就可以一次過買 達到它五百多元的門籃 有三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剛才提到的 這支精華 保濕精華 一個好用的地方在於 我覺得來自妝前的保濕 是超級合適的 因為它用完之後 皮膚是很滑和很暖 用來做妝前保濕的話 妝前會超級貼服的 而且因為它吸收得很快 所以不會和你之後的化妝品打架 所以這支精華我自己是超喜歡的 同系列的眼部精華 我覺得是不錯的 這支眼部精華我也是 最喜歡用來做妝前去用 因為一般妝前都會敷眼膜 但我暫時覺得這個 是完全可以取代到你敷眼膜 而且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因為它擠完出來 你擦眼周之後 那個感覺就好像你敷完眼膜 還有精華殘留在你眼部的那種感覺 有一點點黏黏的 但你給了一點時間 它吸收了之後 保濕效果就超級好 你不可以奢求它有什麼去紋 或者去省圈的效果 但就是最基本的保濕 它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如果大家在找一支 純保濕的眼部精華可以選擇 而且它的價錢以眼霜來說 真的不貴 最後一樣就是它們的花花胭脂 這個顏色我有的就是白號 Mellon Pop 其實我很想要試它的紫色 不過這個是他們送給我 雖然是PR GIFO 但絕對不是廣告 不是廣告 天橙 夏天去或者是想要花一些軟氣的妝的時候用 粉質和顯色度 我都覺得是沒有東西可以挑剔的 而且它很漂亮 再加上它的包裝 我看來以為它是普通的阿克力包裝 但其實它是有一定的厚度 其實它的質感都非常不錯 這顆胭脂我覺得算是Cleaner 如果我們只可以買一件東西 我就是絕對會大力推薦它們這顆的胭脂 那就是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開心 有什麼影片想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在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by bwd6